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 在李小龙时代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高手 是与李小龙齐名的 究竟是什么高手呢 这么厉害呢 这个高手 他的名字就是叫大山培达 他是一个日本人 他也是日本的第一高手 究竟他有什么来历呢 他就是极真空手道的始创人 大家都知道 极真打实战很厉害的嘛 大山培达曾经在深山那里 修炼了14个月 过着一些野人的生活 练到超强的体格 到他出山的时候 参加全日本空手道大赛 得到这个冠军 喂 李小龙可以用漂泊side kick 踢到人离地飞起 十几二十尺 那大山培达又有什么绝学啊 大山培达可以跟李小龙齐名 他肯定是有一些很厉害的绝学啦 什么绝学 他曾经能够跟五十四头牛斗力搏击 还用手刀将那些牛角砍断 砍了下来 你说厉不厉害啦 另外他又跟他的徒弟打搏击 喂 跟徒弟打搏击有什么那么特别啊 很平常耶 你听完先 每个徒弟打两分钟 打完一个到一个 一口气打了一百个 有几多人做得到啊 你打个vife你都知道啦 打两分钟 很多人已经没什么气了 如果打五分钟已经累了 他能够每个打两分钟 打完一个又一个 一口气打一百个 那你说他厉害不厉害啦 哇 听你这么说 他就差不多无敌咯 那又不是咯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他出过一本自传 因为他那本自传 曾经讲过 在香港那里遇到一个六十岁的老者 当时他跟那个老者闭门比试 他每出一拳 每踢一脚 都被那个老者轻易化解 还有一股力挨着他走 最后他自己就认输啦 自此一役他就明白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和中国武术的内涵有多厉害 大山培达虽然在这场比试输了 但是他的得益都不少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比试之后 那个陈胜老者就说出大山培达 权法的缺点 他有什么缺点呢 陈胜老者就说 他的权法只是得直线 没有缘 所以不得全面 当然啦 不止这两句那么少 还有其他心得 心法 大山培达就没有特别再说了 好了 说回李小龙了 既然李小龙知道大山培达的存在 为什么不挑战他呢 又或者大山培达知道李小龙的存在 为什么又不挑战李小龙呢 原因在哪里呢 原来大山培达比李小龙大17年 就是说李小龙在长堤表演的时候 大山培达已经40岁左右了 当时的大山培达已经是一代宗师了 他又怎么会去挑战一个初出道的年轻人呢 到李小龙拍《精武门》和《猛龙过江》的时候 大山培达已经接近50岁了 那李小龙又怎么会特地去挑战他呢 所以他们最终都未能一战 不过不要紧 李小龙将他的功夫 折拳道 留给后世学功夫的人 而大山培达将极真空手道这个门派 也留给后世终于学功夫的人 两个人都是伟大的武术家 他们都将功夫推广到全世界 是值得我们佩服和致敬的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订阅 在这里顺便一提 你按订阅那个键的时候 旁边有个铃铃 你可以按住那个铃铃 如果我有新片你就第一时间可以看到了 多谢支持